法国到达尔能源集团工人罢工来到第三周 在加油站排队加油的民众依旧仍满为患 不止民众交通生活不方便 罢工更冲击全国经济 法国七座炼油畅有六座受到影响 法国大约30%的加油站出现燃料供应问题 总理伯纳甚至要祭出强制征用令 强制工人返回工作岗位 法国通膨物价高涨薪水却没有起色 总工会计划10月18号串联多领域发动全国打罢工 在政府的呼吁之下 道达尔宣布发给员工一个月薪资的额外奖金 也在2023年加薪7% 不过还没达到工会诉求 法国工人在9月27号罢工 封锁炼油厂和油库向公司高喊加薪10% 目前有两家工会达成协商 不过总工会的态度强硬 反批政府介入 法国罢工看来还会持续下去 三里新闻许听闻报道